住在海门地区的朋友 如果你们家里边有种大理花的 那无论是盆栽还是地栽的话 在深秋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的根茎给挖出来了 这样才能够保证给它拥有足够的保护 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它再复花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盆大理花 我按照这种方法处理 它已经长了好几年了 现在我就要把它给挖出来 挖好了以后大家看就是这样的 像一堆小红薯一样的 因为这个泥土还比较潮湿 所以我这个里边的泥土 给它去不太干净 又不敢太用劲 太用劲的话会把它表皮弄伤就不好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把这种根茎给它剪掉 留它这种像囚禁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这种须须的都剪掉 然后把它上面的这个枯杆也剪掉 来年春天的时候 你再把它给埋到土里边去 它就会自然的发芽了 埋的时候呢 你如果觉得这个囚禁太大太挤 你还可以把它给掰开来 它其实它一个这个 一个囚禁就是一株花 一个囚禁就是一株花 你可以把它给分一分 现在因为太湿了 我不会去分它 等它干了再分 或者是明年种的时候再分都可以 大家看三株大梨花 我挖了这么多根茎出来 这两根呢 因为种在花盆里 拖下来比较方便 这个呢 因为是种在地下的 拖下来没那么方便 结果呢 被我拖散了 其实也没关系 它本身这一个就是一个蜘蛛嘛 明年我就把它一个一个的种好了 这样呢 我放在篮子里 摆在车库里边 给它 银干 就可以了 就可以过冬了